先跟我们鲤鱼包打听的粉丝打个招呼 鲤鱼包打听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昊明 我在奈何报寺教区我中饰演蓝景天 那第一次饰演反派 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可能对刚开始的时候 对人物的理解还是会有一些误解 如果玩得正开心的时候突然要拍戏 有没有什么一秒入戏的技巧 没有只要听到导演喊来开拍 就马上会收 立马就能收是吧 然后那个拍戏的时候 有什么趣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记得最后一场戏的时候 我因为中枪了 对 然后但需要我自己借助力量倒在地下 然后那我倒得觉得太油腻了 然后就衣服全露出来了 然后就只能再摔一个 从现在放出的剧集来看 南景天跟女主没有感情戏 到后面会不会有 没有 没有是吧 我唯一的感情戏就是跟女主 然后除了奈何报寺要取我 有没有其他的作品要和大家见面 还没拍摄 还没拍摄 但日后会有计划是吧 然后最近好像有新歌上线 以后会影视跟音乐都兼顾 还是有车重点 应该都会 都会兼顾 可以跟大家什么唱歌啊之类的 但是演戏还是要最重一些 嗯 其他都不远 最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什么类型的 朴实一点的 朴实一点的 之前在香蜜中是有过替身的经历 有过两部作品之后觉得台前跟幕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每一位幕后人都很辛苦 其实出道还不到两年嘛 然后在下一站传奇当中获得了MVP 然后参演了两部戏成绩也都不错 取得这些成绩 心态跟之前有没有什么变化 会有一些开心是一定会有的 嗯 压力是最大的 之前说就是王千云老师是您的偶像嘛 就是以前可能都不敢上去合照嘛 然后现在跟偶像互关了以后 有没有胆子大一点 你还是会虚 肯定会虚 见到他我完了 嗯 更喜欢妈妈粉还是姐姐粉还是女友粉 我觉得都挺好 有可能他们就是同一批人 对 也有可能 然后什么样的评论被翻牌的几率会比较高 嗯 真情实感 会先翻牌就是最先留言的粉丝吗 要看说些什么 要看说些什么 嗯 然后不开工的时候喜欢干什么 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有 跟朋友聚会有时候会有 嗯 你喜欢老人杀 还有的是 K哥 K哥 然后要不然就是打拳 游泳滑雪 嗯 如果给你两天什么都不用管的 假期 你最想做什么 第一天回家陪陪家里老人 然后第二天滑雪 滑一天 滑一天一整天吧 嗯 对以后的另一半有没有什么要求 没有想 目前还是要先考虑工作 到以后了再想吧 这部剧真的很好看 一定要来看 不然容易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谢谢